大家好,我是课程讲师TMOK 欢迎来到线上纠松直播课的第三堂课 直播规划,器材与剪辑 那今天的课程不同于前两堂课 我们一口气要来处理四个假想目标 其中前三个目标分别为三场不同情境的直播 我们透过这些不同的情境来谈如何挑选麦克风 然后还有截取盒跟HDMI splitter是什么 要怎么使用它们 那最后一个来谈直播 来如何规划一场直播 然后OBS的场景规划要怎么处理 那最后一个假想目标是要使用一个开源软体 叫做Luthless Cut 来做到简单的影片剪辑跟格式转换 这个通常在一场活动直播结束之后 要上传影片存档到其他影音平台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假想目标是希望来办一场个人直播 如果只是办自己的个人直播 我们从前两堂课已经知道如何编辑画布 然后把讯号送到直播平台 那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完成大半了 当我们扫漏了一个关键就是收音 收音是直播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只要一场直播的收音听起来有很多杂音 或是音质很差 通常观众看不到几秒就会想要走了 那麦克风的分类主要就分两大项 一个就是动圈式的麦克风 一个是电磁式的麦克风 那画面上左边这只夹在脚架上的麦克风 就是动圈式的麦克风 它的特色就是收音范围很小 你要像节目主持人一样拿着麦克风 对准你的嘴巴才会收到你的声音 但因为如此它能排除周围环境的杂音 那画面右边的就是电磁式的麦克风 它的收音范围很大 细微的声音都会收得到 这种麦克风就很适合大家在同一间会议室时 一起开会的时候使用 你可以把它架在会议桌的正中央 然后让它去收大家的声音 但这种麦克风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如果环境有杂音 例如说外面有人在施工 然后会有垃圾车的声音 或是你的冷气或是电风扇的声音 它都会把它给收进去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实际用这两支麦克风 来实际测试给大家看吧 我录课程的时候都是使用 左边这支ATR2100USB麦克风 所以我第一个就先测 右边的电磁式麦克风 圆缸AM310 那这样子的话差异很明显 大家应该就能立刻感觉出来的差别 好 那我现在使用的就是 圆缸AM310电磁式麦克风 相信你应该有听到一些杂音 那我通常都是把冷气跟电风扇 管掉录音的 实在很热 所以我现在就来打开我的电风扇跟冷气 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就会听到 那个环境的声音就变得更吵了 那我们就接着继续延续这个很吵杂的环境音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麦克风切回到 动圈式的麦克风 好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切回到我们 动圈式的麦克风 你应该就会发现我的声音 清楚许多 不会有太多很恼人的声音 但是我现在的麦克风 跟我的冷气还是开着的 所以如果你拿着这个声音品质 跟我一般录音的 录课程的时候的声音来比 你应该会发现有一些些的杂音 所以为了声音的品质 基本上我都关掉这些电器一边流汗一边录音 好 所以我们的测试就非常的清楚 应该也非常的顺利 那就到这边结束 那相信你们知道 这两种麦克风的差别之后 以后你们就能针对活动 挑选出你们适合的麦克风来使用了 那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 左边这张图上面还有一个 摆了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 那在分类上这种耳机 如果有麦克风的话 它也是使用动权式麦克风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为了一场直播呢 还要外买一个 不是很方便携带的麦克风 那这种真无线蓝牙耳机 也是一种很适合的选择 当然你还是要先 挑选一下品牌 或是实际测一下 麦克风的音质是如何 那而且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会没电 所以记得直播前的时候 要把电充饱 那所以接续前两堂课的教学 再加上我们的收音 那我们就可以很完整的来办一场直播了 那我们这个假想目标也就很顺利的完成了 下一个我们假想目标 是想要来直播一场设课 那假设我们除了原本在实体课程的教学之外 还希望能在不改变实体教学课程的方式下直播 那你很可能就还需要额外的使用截取盒 跟HDMI Splitter来搭配使用 那画面上左边是一个实体课程的实际情况 那通常讲师呢会带来自己的笔电 那接上现场的头萤幕来讲课 那为了能清楚的 截取到讲师笔电的画面 这个时候我就要有一个名为 截取盒的东西 把讲师电脑的画面 截取到我们的直播电脑上 然后我们原本讲师的笔电已经接了头萤幕 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HDMI Splitter的 的一个装置 然后把讲师的电脑画面一分为二 一个是投给头萤幕用 然后一个是给直播来使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器材的实体照片 首先是可以将HDMI讯号一分为二的Splitter 这个器材也蛮直观的 一边呢只有一个HDMI孔 那这个孔呢就是收进我们讲师的讯号 然后所以这条线就是 接讲师的笔电的HDMI线 HDMI孔 然后另外一边呢就会有两个孔 两个HDMI孔 把讯号变成两个 所以你一个就可以拿去给投影机用 然后一个拿去给直播的使用 那有时候电会不太够的时候 就需要额外的供电给 这颗Splitter使用 那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个 Micro USB的插控 如果说你电不够的话 你就还需要有一个 电从这边接进来这样子 那所以很需要切记的一件事情 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一场活动的器材 基本上你在活动之前都要先测试过 不要在当天才发现有状况 那接下来Splitter分出来的讯号呢 接口因为还是HDMI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截取盒 把这个HDMI的讯号 从盒子的另外一端接进来 这边 然后转换成USB 这边是USB Type-C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USB的插孔 然后所以这个 当讯号转换成USB的时候 插上我们的丙电 然后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截取盒 我们的HDMI讯号就变成USB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 额外接进来 直播笔电的一个视讯镜头画面了 所以其实截取盒 不只是能截取电脑的画面 那它只要是能HDMI输出的机器 好比说像是相机这种东西之外 也可以透过截取盒的方式 把画面接过来 那接下来我就要示范给大家看到底 在OBS上面会是怎么样 把讲师笔电的讯号送进来的 现在呢我已经将另外一台电脑的画面 透过HDMI的截取盒 那顺利的把讯号送到我这台直播笔电上面了 然后打开我的OBS 然后一样选择 一个萤幕截取装置 新增一个视讯截取装置 对视讯截取装置 然后这边写讲师笔电 然后找到我那台截取盒的名称的装置 那这个截取盒是叫这个名字 好你可以看到应该讯号已经有进来 但是我还要再调一下它的解析度 FPS 好所以这样画面就有接进来了 那我这边呢可以再做一些简单的微调 好比说我们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做成织母画面 那我先把一些不必要的字卡跟字先拿掉 然后我的画面的左上角就放我们的 这个讲师的笔电的荧幕 好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然后再点选我的那个视讯镜头 把它缩到稍微小一点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字母画面 然后我发现它的上跟下是颠倒的 所以我就把它提到画面的最上面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发现 我后面的背景图是有一个海底的背景图 然后我们的乌龟讲师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笔电的画面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教学上面的子母画面 那你也可以根据现在的课程重点来决定 来决定现在比较大的是讲师的画面呢 还是电脑的画面 这个都还可以再做一些微调 这样子我们就准备好了 那我们来摊开一下我们直播讯号走线的配置 来全面的看一下这个社科的直播规划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场的画面呢 其实是透过摄影机直接接到直播机上面收进去的 然后讲师的声音呢是透过我们提供的麦克风 直接收音然后接到直播机上面收进去的 那为了不打乱原本讲师授课的方式 我们把HDMI的讯号透过Splitter一分为二 那一个呢给原本的投影机 然后一个呢给直播机 但是我们的直播电脑不能直接接HDMI的input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个转接 也就是这个转接盒 把它变成USB来输入进我们的直播笔电 那最后提醒一下 其实HDMI的讯号不只是画面有它的声音 不只是有画面 我再重讲一次 HDMI的讯号不只是只有画面 它其实是也有声音的 所以这个方式呢也可以一并透过同样的路线 把讲师的笔电给声音给收进来 所以如果它在课堂上呢如果有播声音的话 这样直播上收看的观众也可以听得到 它在电脑上播的声音了 那我们来 呃回来看一下我们OBS的画面 你就可以发现说 当我接近我们这个 我这边字可能有点小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接了一个讯号叫做讲师笔电之后 它其实在我的音效混音器这边也会突然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讲师的笔电 那这一轨呢 其实就是讲师笔电的声音 所以如果我在这边做开关 先关掉 就是如果它讲师有一些很不必要的声音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把它关掉 那如果还要播东西的话 那我这边把它打开 然后大声跟小声也可以在这边做调整 好 那我们就先回来看一下我们的讯号走线 所以这张走线讯号的走线图的整理 它其实对一场的直播的准备非常重要 所以建议就是每一场直播前都要画出来确认一次 才不会临时有错 那所以在这个课程的部分呢 我们知道如何使用HDMI Splitter跟结曲盒之后 你也可以很顺利的做一场直播的 社课的直播了 下一个加想目标呢 同时也是我的直播经验分享 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要做一场记者会的直播 那这场记者会的名称叫做 开放国会行动方案的发布记者会 那在记者会的地点呢 是在立法院的会议室 所以大致上你会需要有一个直播即将开始的预备画面 然后在这场记者会除了现场致辞外 还有国外单位的预录致辞 所以我们要在直播上面播出这段预录的致辞 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画面就是收进现场麦克风的声音 然后收进现场画面到我们的OBS直播里头 我们就针对这三个画面来拆解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直播即将开始的画面 我非常喜欢它的配置 在真中央的时候我们上面写到这次直播的标题 跟大家预告直播即将开始 同时在画面的最底部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直播的现场画面 那它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播出声音的 那会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可以 这样子可以让观众看到现场是有人群走动 来宾正在焦头接耳 让大家看到说画面是有在动的 那同时因为不希望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的标题失焦 所以我们在现场画面上盖了上一层半透明的红 然后让现场的画面压成背景 那接下来预录致辞的部分 首先它要播出就是要播出预录的影片 那这个字幕其实是压在影片里头的 那再来我们现场有一位手语翻译 所以它的画面也接在上面 让不使用听力的观众也能观赏这场直播 好然后最后现场画面的部分 除了手语老师的画面有的话之外 这画面上还有一个现场的画面 然后现场的它这个会议室里面有他们的自己的收音系统 那这个收音系统也要接到我们的直播机器里面来 回到我们OBS这边来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遍重现这些场景 首先我刚才有稍微调整一下OBS界面的字体大小 让大家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那前面我们原本有先前有加另外一台电脑的画面 那因为那台画面我刚刚已经把线拔掉 所以只留没有截取到画面的截取盒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NoSignal的画面 那现在因为版面字体放大之后 压缩到画布的空间看不太清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画布上右键 然后全萤幕浏览 选择我们这个萤幕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投影全萤幕的画面在这个萤幕上面 那你就会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解决而看不到Signal的情形 OK 那如果我们按EXC的话 就是Escape的话就可以关掉这个画面了 好 那第一个我们想重现的是直播即将开始的画面 那目前我们配置这个画面 目前这个配置的画面我想要保留 所以我在这个仪表板上面左下这一栏场景的地方 我右键复制这个场景 然后帮新的场景取一个名字叫做直播即将 叫做即将开始好了 按下确定 那讲师笔电的话 那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点选这个场景 就是即将开始的场景 那讲师笔电的部分我已经不需要 所以我先把它删掉 然后把视讯镜头的画面画布撑满这个画面 这个是我们的视讯镜头 那我右键透过变形的方式 等比例缩放到萤幕大小 再来我这边加上一个色彩来源 那曲名叫做半透明压板 OK 然后这边就选择我要的颜色 那我在这边直接在色码这边 直接选择3F A0 BD OK 确定 好 然后加好之后 我们在这个半透明压板的色彩来源的滤镜 我们就是加上一个半透明的特效滤镜 那这边的话就是使用色彩校正 确定 那这边有一个不透明度的选项 我就是选择刚好一半 然后这边 OK 好 那最后我们再加上直播即将开始的文字提示 那 因为我想要省一点时间使用同样的字体来做设定 所以我打开我关闭的一个字卡 然后看到这个文字 那我就直接选择这一个好了 那我就复制 然后贴上 那记得贴上是这边的话 就要使用的是复制 而不是用参考的这种贴上 好 贴上 然后把文字改成 永续 永续海洋记者会 直播即将开始 好 然后我们稍微把这个大小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透过变形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它摆到最中央 至中画面 OK 那这边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边用不到的来源 我们就先删掉 这个主标题用不到了 然后这个副标题也已经用不到了 然后空白字卡目前也用不到 OK 然后再稍微检查一下 我们发现 我们来检查一下好了 来 我们发现这个文字啊 跟它的背景其实 有点融合在一起 分不太清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外框的功能 把文字弄得更明显一点 在这个来源里面 呃 选择它 透过属性 然后找到那一个外框 OK 然后外框的颜色 我这边选的是黑色 然后我稍微调一下这个框的大小 我调整到5 应该差不多 好 确定 那我就再检查一次 嗯 看起来还差不多 这样已经 已经 蛮OK了 然后我就 那为了因为避免怕 有点混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来源的名字 重新命名一下 我们叫取名 它叫做 直播即将开始 OK 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一个场景就完整的重现了 下一个场景我们想要放上 预录致词的影片 配上手语老师的画面 所以我们在场景这边右键新增 一个场景 那我们取名就叫做 预录致词 那想要加入影片的话 我们就在新增 来源这边新增一个 来源的名称叫做 媒体来源 然后新增 我们把它取名叫做 预录致词影片 按上确定 选择我们在这一次课堂 这一次课堂的素材资源 里面会找到这个海贵游游的影片 把它加进来 确定 那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影片有被夹进来了 那选择这个媒体来源就可以 如果你把它选择这个媒体来源 你就可以看得到目前这个影片的播放进度是如何 那在音效的部分 你在音效回音器这个栏位 其实你有看到它的声音是有在跑的 但之所以你现在没有听到声音 是因为你没有把监听打开 那我们这边就示范一下把监听打开 在这边在这一轨的声音上齿轮 然后选择进阶音讯属性 然后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音讯监测部分 就把它选择为监听监测和输出 那如果你只有选择紧监测的话 那就会变成说 那直播上面的人就没有听到声音了这样 可是你的监测有听到声音 所以你要选择的应该是这一个 监测与输出选择 这样一选择的话你就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 听得到这个影片的声音了 但是如果你到这样子操作 还是没有听到声音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你的监听选择的那个输出 output 没有设定好 所以你要在档案的设定这边 选择音效 然后在这边进阶 就会找到这个监测装置的output 是选择哪一个 那我们这边就是选择 我要的这个输出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 那对直播台来说 我主要你有必要检查声音有没有问题 才会需要打开检听 那我们这边已经检查过了 就可以先把它关掉 改回程 关闭检测 好 那最后我们再加上手语老师的画面 那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太多 多余的视讯镜头 所以我用一张静态的图片来做代替 然后这边 邮件新增一张图片 然后我这边选择 名称叫做手语老师 画面 确定 然后把这张图片 也是课程的资源 素材资源里面 这边有一个海归手语老师 好 确定 然后把它调整一下位置 那 我这边觉得 手语老师的画面有点太宽 所以我决定用滤镜来 裁切一下左右的宽度 然后在这边 选择这个来源 然后右键滤镜 然后在这边的特效滤镜里面 新增一个 剪拆填充 然后我左边大概 踩个100 右边大概踩个200 这样看起来差不多 好 这样子的话就还蛮清楚的拆了 拆好了 然后调整一下位置 还有它的大小 这样子的话就是 好像这样子的话整体 比较像是我们一般在记者会上面看到的 手语老师的画面比例 好 那我们到这边的话 播放鱼录字词的场景也就完整的重现了 最后一个要重现的场景 是现场的字词 现场的字词会用到的元素 有这些 第一个就是现场的画面 然后再就是现场的收音 然后跟这个字卡 然后原本讲师的画面也要加进来 来源的素材跟我们原本保留的场景 其实有蛮多重叠的 就是原本这个场景有很多元素其实是重叠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修改这个场景 那首先因为避免混淆 我们就把这个名称改为现场直播 我们就把这个名称改为现场直播 重新命名为现场直播 OK 然后把不必要的来源删掉 那这个上一个部分 前面的桥段用到讲师笔电的画面 这边就把它删掉 好 然后再把视讯镜头保留比例 这个视讯镜头 然后保留比例 就是跟刚才一样 变形 就等比例收放到萤幕大小 那一样避免混淆 我们就把这个名字 这个视讯镜头的名字 改为现场画面 现场画面 OK 然后打开 就是打开我们之前隐藏的主标题 副标题跟字卡 然后调整每一个上下来云的位置 成正确的顺序 所以这边应该是 现场画面要达到这个部分 这个层 这个阶层 好 然后最后再透过全萤幕投影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画面 一样画布右键 全萤幕投影 选择这个萤幕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 现在这个乌龟就是 有点跟字卡重叠 所以我们就瞧一下镜头 好 这样子好多了 然后再来不要忘记 这样子的话 整个画面上应该是蛮OK的 然后我们就先跳出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忘记 我们还要加入 现场麦克风的声音 所以就是 右键新增 截取音讯输入 然后我们这边取名就是 现场收音 然后装置选择这个部分 就选择我这个麦克风来做测试 因为我现在这边就是用我教学 就是现在有的麦克风 就是我录教学的麦克风 所以就用这个来代替 那就选择我这个装置 确定 OK 那加进来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我的声音其实是有在跳的 OK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就是 直播现场收音这边啊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音轨 其实现场画面这一轨 也有一个音轨的部分 虽然它现在没有任何声音在跳 但是因为会有这鬼的原因是 因为通常现在在视讯镜头上面都 或是相机上面都有加装麦克风 所以讯号通常都不只是只有画面 它还有声音这样 那但是我们这次就假设说 声音我们只收 会是麦克风收的声音这样 那如果你担心到时候 这鬼声音会有 会有其他奇怪的声音跑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点选 这一鬼下方的喇叭按钮 这边 把它手动关掉它 那如果你的版面跟 你的音轨的版面跟我的版面不一样的话 你就是在这个清单上面右键 你就可以选择它的排版 是垂直的排版 还是平面的排版 水平的排版这样子 那最后不要忘记 还有手语老师的画面 然后我们在上一个场景已经加过 所以我们都回到上一个场景 把那个画面复制来贴上 所以就是在一路支持这边 那我们就把手语老师的画面 这边 右键复制 然后回到现场直播的画面 然后 贴上 那这边贴上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是参考的方式贴上 因为就是 都是手语老师的画面 希望它调整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来源的调整 所以贴上 那这边的话 就是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因为它就跟字卡刚好重叠了 就把它往上调 好 这样子就 现场直播的画面也完整的重现了 我们再看一下 对 这样就是我们现场画面 就完整的重现了 场景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来开始排练一次吧 打开OBS版面 右下角控制 选项清单 其中有一个叫做工作室模式 我们点下来之后 就会可以看到 画面就一分为二 那 左边呢 这个就是预览的画面 然后 右边呢 就是到时直播 正在送出去的画面 所以我们要在准备 转场景之前 就可以透过工作室模式 先在预览这边 选择要切的画面 假如说我现在 就是在这边可以 就是浏览 就是要切 这个时候这样子 直播还是保持在这个画面 然后假如我 准备好这个 然后准备要转场了 然后就是按中间的这个 转场特效把它转过去这样 那 转场的选项 转场的方式 有非常多 但实物上 其实就是用预设的 淡路淡出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它的转的方式就是像这样 淡路 然后再淡出 淡路再淡出 所以最常见的 基本上就是用预设的淡路淡出 然后 就直接点选它的转场特效 好 那我们就直接从头开始吧 所以第一个画面 应该就是这个 就是直播即将开始的画面 然后通常我们会直接切到 就是你就会预设说就是 直播真的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切到的画面 应该是现场的画面 然后我们假设现场应会有一个主持人 在做开场 所以我们这边要选择现场直播 这边就准备好 然后 我看到主持人已经在开始讲话 然后就把画面切过去 然后再假设我们手上 如果有流程表的话 知道说接下来会有 预录致词 准备要开始 好 然后 就准备好预录致词 那时间好之后就切过去 那在这边还蛮有趣 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有影片 但是在预览的时候 不会去播那个影片 所以就是现在看到是黑的 但是目前看到的 的确有把这个来源加进去 好 所以我们现场主持人 已经准备在cue 要播一录影片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转过去 3 2 1 好 然后就转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确认一下说 那这个影片的声音 有没有在跑啊 有 这个有在跑 Check 然后接下来就是 确认影片的播放进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选择这个 然后就看到 我们现在可能大概还有 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以转过去 Check 然后接下来再确认一下 手语翻译的画面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除了手语翻译的脸很臭之外 其他一切都很正常 所以就Check 好 所以只要一旦 我们知道这个画面 没问题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赶快再想说 那下一个要切的画面 是什么 所以应该还是 会切回现场的画面 好 所以就这边 样子也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就讲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就先回到这边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影片做快转一下 然后我们就假设说 这个影片播完之后 就要马上转回到现场 这样 所以我们大概在剪这边 好 所以就这边准备一下 就看一下 就是盯着这个画面上的这个影片 然后看 结束了 赶快接过去 这样子 又回到现场了 然后主持人就继续讲 然后 照我这边假设的流程表 就是现场的画面 一直一直 讲 可能就是主持人 会继续Cue人 然后 每一个嘉宾 会来致辞这样 然后可能最后会有大合照 什么这样 然后记者会就圆满结束 这样 跟前面准备直播社课一样 我们直播的记者会 前面也会先看一下 记者会的讯号 是怎么走的 好 所以这张图就可以连 现场会议室的相对位置 也都描述了进去 确认一下 现场的状况 会不会彼此有什么干扰 或者什么影响 那我们从直播的电脑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电脑它接了两个镜头的画面 一个是对准讲台桌子上面的人 就是要 路上在嘉宾支持的时候 他们的画面 那另外一个画面 就是截取收益老师 对着收益老师 然后去截取收益老师 收益翻译的画面 然后 遇落影片其实就是存在 存好一份在直播的电脑里面 准备播放这样 那现场的麦克风的声音 就比较棘手一点 因为通常你要去 你要去厂看过 要事前去厂看过 才会知道说 现场场地的麦克风系统 要怎么接这样 那 立法院的麦克风 立法院的会议室的麦克风系统 其实就跟很多 展场场馆的麦克风系统 有点蛮像的 就他们就会特地去在 墙上去买一个讯号 可以接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刚好这个 立法院会议室的讯号 这边在 它的正后方 其实是有一个output 可以去接进来的这样 所以我们就从墙上 把麦克风的声音接进来 那最后你还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有一台电脑 是专门来播放 预录致词给 现场的来宾看的这样 因为会议室的HDMI input 其实是在前面 那为了方便 那你就是用另外的电脑 拿过去播这样 所以内行人 其实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直播上面 播预录致词跟 现场观众看的预录直播 其实是完全两回事的这样 那虽然在观众的感觉上 没有什么差别 但在做直播活动的人来说 就有差别 因为如果播放预录的方式 有改变 就变成说不只是改变 我直播这边的预录 而且现场的那个预录 那个设定也要做一些改变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准备完成了 所以就恭喜大家 也顺利完成这堂课的 第三个假想目标 直播一场记者会 这堂课最后一个假想目标 就是要做简易的影片剪辑 跟格式转换 那一场正式的直播 通常都会一边直播一边录影 方便活动一结束的时候 录影上传影音平台 那有些客户会要求 把影片依照桥段剪开 或是剪掉一些意外 不想要收进去的画面 那顺带一提 通常直播活动的原始录影档 都非常长 对观众来说 就很容易失去信心 找不到重点 所以除了帮活动上 探控之外 把影片依照每个段落 分别剪开上传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让只对某个桥段 某个段落有兴趣的观众 比较好搜寻得到 所以因为以上这些 种种的原因 我们就会需要一个软体 来做基本的处简 那接下来要介绍 这个开源软体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它叫做LosslessCart 那要 一样 我们就是到Github的 它的页面上面去下载LosslessCart 那一样去找它下载的地方release 然后找到它最新的版本 然后在它下面assess的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 可以依照你的作业系统 做选择 所以这边它有提供Linux的 也有提供Mac的 也有提供Windows的 而且很多还都是一个单一的执行档 就是下载就可以直接点开 非常方便 那我这边已经先下载好 放在桌面上了 所以我把它点开来 然后我们再去我们课程所提供的 素材资料夹里面 找到 找到这个叫做PokerRaw的这个影片档 用拖拉方式就可以直接加进来 OK 这个开源软体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提供很多的快捷键可以来控制影片的剪辑 你几乎可以就只使用键盘来做操作 那我会在过程中一边操作一边做说明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影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按下空白键就直接来播放这个影片 然后影片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就是一张张翻开最上面的牌 然后在这上我其实在这影片上面总共翻了五张 就是黑桃A到黑桃5 但它的顺序不是照大小顺序来排的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这边的练习就是要把每张的 开牌的段落剪开 然后再从号码小到大把影片剪开来黏起来 好 然后如果你发现影片实在播的太慢的话 你也可以就直接按下L或者是J来加速或减速这样子 L是加速 然后J就是慢慢减速 OK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影片剪开的方式首先就是要标上每个影片要剪开的起始点跟终点 那快捷键i就可以标上起点 然后快捷键o就可以标上终点 所以就是重复的ioio动作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现在实际来操作一遍吧 好这边就直接从头开始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i了 然后 接下来 然后从牌拉开就是一个o 这样应该可以在一个i 在这边 在这边 o o 这边蛮快的o 从这边开始好了i 拍拿开o i i 拍拿开o i 拍拿开o i 拍拿开o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剪出五个五张牌的桥段了 然后 不要上好timecode之后 接下来就是按1 1 就是for export 然后就是输出的意思 它就会帮你把影片剪开 存放在跟你 影片位置同一个资料夹 按下1 然后它就会开始输出 然后跟你讲说我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直接回到 我们直接回到 影片的资料夹 影片的资料夹 就可以看到每个剪好的影片 然后跟一个试算表 那试算表里面存放的就是timecode的资料 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帮每个剪开的影片做改名字 然后 这样比较好确认哪一次哪一张牌的影片 然后因为用不到试算表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删掉 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改好每个影片的名称了 就重新打开我们的losers cut 然后把这五个影片给拖拉进去 然后它就会请你把依照你想要的顺序 把影片做排序 然后我们希望从a 然后2345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顺序 然后这样子就准备好了 我们就按下merge merge就是合并的意思 ok这样就成功了 那合并成功之后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资料夹 你就会看得到除了我们原本的剪开的影片 跟原本的影片之外 现在还有一个merge的档案这样 那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 第一张就是我们要的1 A 然后2 接下来是3 然后再来是4 然后是最后的5 好这就是我们要的顺序了 好 那所以这边到这边为止 剪开来跟合并 我们都已经练好了 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那最后就是要来做 转档的练习 我们就用合并好的这个档案来做练习 那一样打开loses cut 然后把这个档案 把这一个档案 merge的这个档案就是 拖拉进去 然后就吃进去了 那一吃进去之后 我们在它的界面的 右上角这边 应该是第二个 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Output Format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呃 檔案的标题 就是它其实是 MP4的这样 那我们就找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档名来做转档 那我们这次就选择是 MOV 然后就选择MOV 那这样子的话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 按上 e-export 这样子的话它就帮你转档好了 然后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 资料夹 再看一下 所以现在出了原本这个 要转的这个档名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检查一下 那你就会发现 没错就是 MOV的 呃 副档名 这样子的话就有转好档案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刚才在Lostless Cut 所使用到的快捷键 那 i呢 跟o呢分别是影片剪辑的起点跟终点 然后空白键Space 就是可以控制影片的播放跟暂停 然后 j跟l分别是影片播放时候的减速跟加速 那最后的e就是export 就是可以把影片做输出 那到这边呢 我们就学会如何把影片剪开 然后影片做接合 然后最后影片做如何做转档 那我们的课程的最后一个夹想目标也就完成了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课程最后一堂所学习到的内容 一开始呢我们透过了解动圈式跟电容式麦克风的不同 来完成一场个人的直播 然后再来透过了解如何使用HDMI splitter 跟转接盒来完成一场社科的直播 然后 透过重建场景来排练直播流程 来 学习如何直播一场记者会 最后 我们学会使用开源软体Lostless Cut 来对直播后的录音存档做剪辑 那我们课程就到这边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